六十三五年份 一姐,我叫林聰明來 你們家的房子 來來來來去那邊看 你看你都不放心我們這愛心理 快點快點 我要坐一張三十個 妳的載我還不夠了 我來的剛才結束 沒有幾個嘛 沒有幾個嘛 人家又董桌 沒人啊 沒什麼董桌 那人結論 選擇輸出的保留 選擇輸出的 他自己選擇 怎麼可以這樣 我告訴你 其實他的頓數是減少 他是因為成本 這快點說 這沒說意見 來快點 有三案 有三個條紋 條紋而已 對啊 今天沒意見 教育內政部的沒意見 教育內政部這樣就好了 我們三案 我們也要坐一台 這裡要坐一台 我坐一台 抱歉 你本來就行政官的 你是在想定 哈哈哈哈 那個議員 好扯哦 我們剛剛說的 該兩個 那也是你的版本 我拿去旁邊 有一個建議的啦 對啊 我覺得該兩個公党 沒人要生小孩 哈哈哈哈 你剛才 對不對 我這個改兩個是OK 兩個OK 那三個根本 現在要怎麼行得出來 現在很少啦 我來社會住宅的啦 你們都行討論好了這樣 對啊 沒意見啦 都照你們的了嘛 照我們建議版本 不是有一個可以五年 可以給他弄成五年 三年到五年應該可以啦 你照有爭議的來啦 你照有爭議的來啦 你 你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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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 現在開始開會 各位黨團代表 委員先進去行政院 部門代表大家 午安 這個我們現在來討論 內政委會 兵案審查委員 蘇巧惠二十五年等 擬據 兵葬管理條例 增定 第二十一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 及 委員楊全英等十九人 委員邱毅寅等十七人 分別擬據 兵葬管理條例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等案之黨團協商 我們先介紹在場的委員局行政部門列席的代表 我們在場委員有楊瓊英委員 邱毅委員 然後接著我們在場的 來 部門的代表我們念念部有我們發進群 發政次 政務次長 宗教級理智師的林青旗師 現在在宗教理智師 OK好 警政署的我們委員服人事事副主任哪一位 警政署的來嗎 人事事的 後勤組副主長的黃維銘組長 消防署的整備應變組副主長 蘇家彥副主長 那個人事科科長高玉秀 在哪裡 有紮票被擋住了 法務部的廖江憲才是我們的固定 固定他 我們的基本成員 來那個國庫署的檢驗集合李興芬 興奮喔 好 這個副署署的梁正宇梁組長 好 謝謝 這個副署署的蔡旭毅蔡科長 蔡科長好 這個金管會銀行局的張小平專偉 張專偉 好 金管會保險局的賴淳清專偉 專偉好 民事總署給予福利處的陳慧堅專偉 陳專偉好 接上帝後 我們建議協商前有關本事協商內政會審查完俊之 我們之前本期主持的那個審查 冰葬管理條例不論修正查案等 內政會分別於112年4月27及5月24 這次召開會議審查完俊之 保留其中委員區小會提案正定六十一條之二 委員張瓊衣 對 楊瓊衣 你這個內政委員怎麼搞的 楊瓊衣 真的嗎 我也不是張瓊衣 因為你比張瓊衣漂亮 超過他 所以我們都 看到美女 楊瓊衣 楊瓊衣 你沒有 增令三十六條之三 你要提案我剛剛一個便當吃 分成一個小時好幾次吃 五八要喝一口 那個預算 來 還有呢 楊瓊衣等 楊瓊衣等 提案正列第三十條之一的第三條條文 等三條條文 總共有三條 交付協商 主席來自上面 好好笑 這個不要 好 等一下 來 來我們聚焦 因為爭取立法實效 這個今天就協商 委員會保留那條文 應該沒有意見 有沒有意見 兩位 沒意見 OK好 那就保留那條文協商 剩下應該都已經也都 沒意見了 好 其他沒有意見 就無疑就照審查會 那個通過條文就通過 來我們先開始審查 那個 蘇橋外那一條開始 二十一條之二 來 來 來 那一條 給我 那個表格 你們沒有做成那個表格嗎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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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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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 上次蘇橋外好像是跟你們的差不多 對 這個主要是第二項的部分 對嘛 它的基準 基本上來講 中央由中央來定位 對 就是說已經整個都有了 對 所以這條應該是可以不用討論 由各個職下市縣市政府來定就好了 我們不用在這裡定了嘛 對 那就是原條文嗎 就不以修訂了 第二項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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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他沒有建議條文 就原來的你頭 對 不要這樣不修正 就原來的那個 就這樣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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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真定啦 我們就不以真定 不以處理總話 不以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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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以鎮定是不是 不是啦 不是啦 等一下你不要這麼急 來 這一本 這一本白色的上面 內政部有建議修正條文的內容 哪裡 給主席台 給我們 他們有給我們 你們有增加什麼嗎 你們 都沒有增加啦 二十七條之二 你有同意是嗎 不是啦 你的同意這樣啦 就照內政部建議的條文修正通過 不是 好來 我來講 對 那跟蘇小會長的差別在哪裡 沒有啦 來這樣子 內政部的建議條文是說 就授權給直轄市跟縣市政府去做啦 對不對 就你也是尊重他的提案 我這樣講 你也是尊重蘇小會員的提案 那他只是說 你們就直接就授權 在這裡直接授權 很好啊 這樣子更好 這個條文我們 我們不能提案 沒有你們已經修訂了 因為我們是建議委員 我們是建議 所以還是要委員 來我講 現在蘇小會委員主席 現在蘇小會委員的提案 是向內政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制 那麼我們朝野的委員 藍綠的委員 跟行政部的內政部 我們共同討論之後 同意 同意共同討論的修正或條文內容 就是依照第一項的這個部分 內政部建議的條文 對 原來蘇小會委員 這一支標準由直轄 他就更加政府定定支 我來我來講 好啦 你們尊重蘇小會委員的提案 然後就把他講的更明確的授權 這樣其實更好 直轄市和縣市政府定支 依照協商 那這個你們改的更好 更明確 那就按照這個 依照內政部建議修正後 條文通過 不是啦 依照我們協商的內容通過 對啊 協商條文通過 協商條文就是內政部建議的這個條文 對對對 不是啊 內政部建議但是要 我們協商通過 對啊 我們協商啦 我們等下整個協商結論一下 OK 有正式 好 過了 好 過來 現在 有一個三數條質疑 那時候在審財會的時候 好像他們有 單位要補 有 他是不是 趙偉你 你講一下 三數條質疑 那時候沒有 那時候沒有 三數 你現在加進 我財政部要加說明 上次他有說 資料在哪裡 資料在哪裡 報告委員 財政部的要 對 就是在委員的桌上呢 剛剛有關一份就是 財政部就 邱委員 等17人擬據的這個35條質疑的修正對照表 那事實上呢 這一份修正對照表呢 在 財政部的 等一下等一下 五月二十四會議的時候就已經有提出來了 那最主要呢是我們當時邱委員提案的部分呢 就是有刪除應該是第三項第三項呢最後一句話 就是並免徵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 當時會議確實是有決議就是要把它刪掉 那刪掉的理由是因為這本來就不是營業稅跟營利事業所得稅的課稅範圍 所以自然就沒有免徵的問題 那但是呢因為委員的這個立法說明的第四點 就是有提最後一句話 並免徵營開稅捐 那如果把文字刪掉的話 又立法說明又講說並免徵營開稅捐就會有一點對不起來 所以財政部才會去擬這個建議的條文 把那個建議 不是建議條文 建議的說明 對在說明裡面特別再去講清楚就是說 為什麼他不是那個 特徵營業稅跟營利事業所得稅的範圍 避免就是說未來爭農雙方有爭議 那所以上次也有決議說 是不是就照財政部的立法說明來修 那因為我們看上次的會議決議 那個議事錄裡面沒有講得很清楚 我們怕又發生爭議 所以這一次就是再特別再提出說明 等一下他這個是立法說明的爭解 等一下我們一樣來 我們先不好意思討論那個條文 然後再來討論立法說明 要增加進去 讓以後執行法律的人比較了解清楚 這樣子 我們先討論條文 我們先討論完等一下 你這一條我們會另外跟你討論 好 會另外幫你討論 我們討論那個 第29月 大家看一下 這一本的29月 大家看一下 他們有沒有 為什麼官員沒有 一樣的嗎 他們有他們的版 好來 你們有沒有這個29月 36條之三 我們先討論楊雄英恩邱英文都在現場 時間也很寶貴 來第29月 討論第29月 就是直接解決嘛 直接講 但是這個 這個 這個其實上一次主行上一次已經有個共識 只是文字怎麼樣去調 來你們內政部講一下 是三十三 是三十六之三 之二 之三 三十六之三 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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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資料的第29月 好 那我先說明 三十六條之三 主要是說 這個 私立併用社會基因整合 如果有說發生基因不善這個問題 那這個主管機關要 要這個輔導 這個 這個設施 這個消費者來組成這個權益保護團體 處理權益事務 這是第一項的規定 那第二項的規定是說 好 如果說發生這種情形的話 那這個 只要是縣市主管機關就要喊請 金融積毀 也就是銀行 加上這個業者所開的這些 日常支出的專戶 跟極難支出的專戶 剩下的這些錢 轉移到這個縣市政府 來開設的 或者說由他指定的團體 這指定的團體可能就是自救會 一般那些可能是自救會 來開設的這個專戶呢 移到這個錢 由他們來處理這些費用 那 其實我們建議的 真正是第四項的規定 第一項就是說 萬一這個設施 將來有其他業者願意承接的話 那是不是應該把這些 原來這個 直銷市政府開設專戶也好 或者是指定團體開設專戶也好 這些錢 要轉移到這個 新的業者的這個專戶裡面 但是我們現行的兩位委員 這邊條文 那個 沒有這個部分的這個機制 所以我們建議說是不是 申定這項機制 第四項 對第四項的機制 那另外就是說 有關第一項的那個主持部分 我們建議是用 採取這個 邱維文的這個版本 就是私立公路 國外傳統設施 經營者 因為我們這邊的主持是 這個經營者並不是這個設施 那以上說明 經營者跟 這個上次有討論過這一題 經營者的這個問題 經營者 我還是設施 可以 這個走 我們先讓他照這個過來 然後接著下面的 剛剛那個內政部說的這個 梁慧委員 第四項 應該這個是 就是那個專戶的問題 這個這樣比較周圓 你先把它借在政府 或者是團體 如果有人願意要接 再把它移轉過來 好 那同意 然後還有那個 有的是時間 時間的問題 以前的 那三七條 OK 來等一下 我先把它列一下 三十六條 就是 之三 就是 就是照這個 協商以後 就是照這邊這麼經營這個條文 大家看一下 這樣通過 兩位委員沒有意見 就照這樣通過 好 協商 那接著三十七條之一 這個就是那個提撥的那些錢的那個 以前的什麼時候在 還回來的問題 來我們內政部的看法呢 有關這個 針對 修法之前 五年內未提撥這個 對 接近的部分 那我們這邊是認為是說 是在六個月內要提撥到這個 新的疾難支出的專戶 那如果這個才有困難的話 那我們今天是建議是說 是在三年內來分期提撥 那這個部分 我們也是參考這個 稅圈激生法 稅圈激生法 他們是有 第二十六條有規定 也是針對沒有辦法 這個 這個 如期繳納的 也是在三年內 可以分期 這個來攤體 這全部 沒有 沒有 我們討論一下 如果這個不行的話 我們再分期 是經過直轄市 現在政府主場 機關留存後 這個第一個 六個月內 這一定最不夠 這但為什麼 您知道最不夠 我們還要定這個六個月 然後後面如果有困難 我們的提案 我跟修委委員提案 是五年內去把它攤體 那你們的建議是依照 稅圈激生法的三年攤體 兩個議題去討論 有沒有必要 是還要弄一個六個月 這個意義是什麼 因為這比你高雄都追不來 還是我們這設定在幾年內 幾年內 就幹嘛六個月 你弄那個六個月 你這個話 你怪怪 各位很抱歉 人家上面一字比錢 其實本來就應該 本來就應該 一線性制度就應該要繳的 那其實就我們公 因為它是公佈的 公佈修正條文前五年 所以說從公佈到施行 還有一段時間 那其實從公佈到施行 已經有一段緩衝時間了 不是 我們現在先討論 那個六個月 那個是我們內政部 自創六個月 沒有人有自創的 沒有人有自創的 比如說 公法上很多權利用 都是五年 也有六個月 民眾 我知道這收錢 也是一樣 你要追稅 反正我是說 人民對政府很多權利用 政府對人民很多權利用 很多都是用五年來訂 很多真的 法律上 法律也是這樣子規定 對對對 就往前追 就是五年 那這沒問題 所以這 應該是五年 三年內 應該是五年來提播 不要說三年內提播 這個是小小 比較小的改 那個 好來 市長 剛剛有人報告了 當然 說謊五年這個部分沒問題 我們也是這樣來寫 因為 那剛剛其實我們 我們同學有講清楚是說 這是他過去應該要繳而未繳的 不是他 所以這五年沒有意見 好 那當然這往下 對 因為 這就是 對啦 我想為什麼是六個月 我們其實本的 因為他本來現在就應該要繳 他就沒繳啊 所以我給他六個月嘛 對 沒有辦法執行啊 如果六個月 如果有繳費上有困難 其實也是依照 雖然基金法是用三十六個月 讓他分期 喔 這麼國稅局可以六十個月啊 不只啦 國稅局可以六十個月啊 攤提啊 還真不有來啦 最近之前是以前三十六個月 國稅局六十個月啊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就是齁 延期是一年啦 如果分期最長是三十六期 就是三年 沒有五年的 我們追稅是 一年加三年就對了 對 延期還有一個延期啦 沒有沒有啊 只能擇一 延期跟分期只能擇一啊 所以我們也不一定要遇上你們的啊 我們要做得來個頂啊 那當然那當然 對 提一個小小金 當然那個次長您剛剛講說 這個本來就是應該要繳 可是因為我們法一直沒過 第二個就是說 本來應該要繳的錢 你其實要去計算那個公司他的金流 我現在要求他六個月之內 把他一次繳清 對很多公司來講 他沒有那麼多的現金 那個cash flow是會有一點問題的 那如果說你的六個月是 比如說繳百分之多少 我們大家談一下 又或者你就直接讓他分成三年三十六期 把這些該繳的錢全部繳完 這兩個方式大家聚焦一下 看看有沒有有沒有可能 因為你你你你比如說有的比較小的業者 你叫他一次繳五年 他有可能他的營業額在五年下來 他應該繳的錢可能也上億 他如何在六個就是六個月內一次去 我舉例啦 你如果說更大間的那個公司 其實那個金流是大 所以你如果說我們 一一交的都還是一一居一做的 不一一交就會倒閉了啦 六個月內我們繳第一期 比如說是百分之多少 然後後面的把他分三十六期繳 或者是說你total可以變成都是分三十六期 去把他攤體繳完 最重要是要收到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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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補充一下 你猜一下 他要繳多少錢 不是我們現在就是在立法還是要嚴謹 因為我們如果立法是多數 等一下 如果立法是多數沒有辦法去執行 我們也會被社會大眾笑 他就倒下去了 你叫他半年來要完成 然後如果有困難我才三年 我覺得這個對民眾來講 這樣文字出去不是很妥 那我個人非常贊成 剛才邱瑋也說了 就是社會資深法如果是三十六個月 我們就是設定在三年內 你要去攤體好 我覺得這樣蠻贊成這個想法 那根據我們統計 你現在私立業者 目前如果說假設以追溯五年來說的話 那目前還有短收大概兩億三千多萬 兩億三千多萬 那有上億的其實 有到上億的其實只有一家 我暫停你的發言一下主席 我覺得我們如果在這裡講金額是多少 這沒意義 因為困難的一塊錢都很困難 不困難的幾百億都沒有困難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說 你如果要我們說 你對著堵下去了 我們要叫他導正這個軌道 然後要叫他半年內 趕快要把它弄完 你等於這個動作 我不知道意義是什麼 除非就是激勵你們 但是這個激勵是達不到的 對不對 對不對 我是兩個定義 結果已經是說 乾脆就核災是三十六期 你看是要分三十六期 還是說你要給他 叫一個前期 比如說三十% 後面七十%分三十六期講 沒有 我跟我們報告啦 其實 能不能延期 當然這個我們還是說 富裕地方政府可以去決定 對 地方政府 因為其實我跟你講 其實他們本來要講的是 一年要提拨是 一年要提拨是 一年要的百分之1.8 是不是 收入的1.8 5年就是百分之9 最多就是這樣 就是 對不對 回稅5年 一年收入了百分之9 其實就是這樣的經驗 他不會大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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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五年也這樣慢慢還 你就還完了 這個就解決了 這個錢對業者來講 其實是有能力的 但是市長 主席 市長我覺得 我們 配業者去搭乘 我們沒有辦法達到這種成效 我講的 缺錢的人 一塊錢都缺 沒有缺錢的人 幾個百分之9 很輕鬆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 如果我們說 設定一個六個月 然後再由縣市政府去決定 要不要給他延期 你會累死地方的縣市政府 縣市政府 對啊縣市政府 那不必要做這樣 中央制定法律 所以就是讓地方在執行方面 可以真正很Smooth的去達到 這是我覺得 我們必要中央地方合作 我是覺得這樣 如果我三年我同意 依照稅金基金法 跟國稅局 如果攤體是三十六個月 那我同意三年 我不堅持五年 但是我認為那個半年 我覺得那個邏輯很奇怪 因為這是欠繳的費用 照理說他應該是立法通過之後 原則上是馬上就得一腳才對 沒有啦 沒有啦 原則上比如說 原則是對 但是要執行得來 才會有說他有困難的 我們同意可以用三年分歧 三年沒問題 但是誰要決定 如果說新竹可以 隱領不可 你會製造地方的打建啊 這個業者有沒有困難 其實縣市政府比較清楚 我們這次三六個月 我們只要修一下 三年這個我們給他尊重你們意見 好不好 就是對啊 就是那個 施行多久 那個提播這個 給一點時間 六個月實在也是很趕 三年可以 沒有啦我感覺這樣 你就沒辦法 大家不要給錢 我覺得還是讓法過 然後讓他們可以開始 六個月是不是可以 比如改個一年這樣就好了嗎 三年沒有意見 其實他講的六個月 我現在想一想你的六個月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理想性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他再去跟地方政府 你就是加一個步驟 那很麻煩啊 所以你前面剛才讓他比較久一點 他如果可以交他就交了 就不用再多一點 他會來問問你們 麻煩喔 跟委員報告是 有的只欠幾萬塊 他就不會分了 你是不是給他分 不是他一定要這樣做吧 如果只欠幾萬 他也不會自己去申請 行政程序就 真的 我們看過那樣的資料 原則上業者是有能力的啦 原則上業者是有能力的 我覺得 不需要去為他爭取這個 彈性空間 爭取那麼多 不是為誰爭取 這樣你們比較好實施政策 我覺得很好做 這樣那個限制政府不會 每個人都在申請我要圓啊 什麼 這樣子啊 我全請大家想 我的意思要六百月那會被笑的 一年內 一年可以了 我也覺得可以了 剛剛那個邏輯不是 那是一年是延期喔 分期是三年喔 是二選一 不是延期加那個 絕對 不是就 不是 我們也是對 我們是參考那個精神嘛 一個一年一個三年 這樣也就是一樣了啦 參考精神 我們沒有延期的這個邏輯啦 沒有 分期他也可以提前攤緩啊 他也可以提前攤緩啊 他也可以提前攤緩 不是啊 你把那個六個月來 你如果把它改成 然後攤清或者是 因為攤清理論上講是 立刻要攤清才對 那我們現在是把攤清拉成半年攤清 你拉半年你也可以拉一年啊 不是不是 不一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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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樣不一樣 他們就改成立即攤清啊 不是不是 也是我們在審法他們尊重啊 我請問一下喔 立法的原理六個月的來源依據是什麼 懂錯為什麼 你可以六個月可以十二個月可以十八個月啊 你的依據是什麼 因為這筆錢是本來就應該立即攤清的 那我們要協助業者 協助產業 六個月我們一般說 緩衝時間都會給六個月 像我們就是說 這個 什麼依據 來 六個月的依據 比如說我們勘體三個月 我們依照那個水晶激增法 三十六個月 我們可以同意 這個 法案早一點開始 你們早一點收到錢 那六個月的依據是什麼 沒有 我們討論十字討論 六個月的依據是什麼 有一個法定說六個月 沒有沒有 那兩回合 六個月確實是我們希望給業者稍微 你沒法依據嘛 這就是大家協商嘛 對啦 那你寬鬆到一年 我覺得那就已經不是在寬鬆了 因為他按理說是 應該要立即繳 就像說我們繳所有的稅 都有一個一個月 大概一個月頂多兩個月 老老師 我們現在是在討論問題 就不是說你堅持立即 立即的面積這個 沒有 所以我沒有堅持立即 我說我們給六個月 那我就請教嘛 我們現在是希望一年 你們現在希望六個月 聚焦在這裡 所以我要請教 六個月的依據是什麼 有法定說六個月 可能委員覺得一年比較適合嘛 就像朝野委員的意見 你現在的 你現在的 算法是說 六個月來要交簽 六個月來交不到簽的人 他還來申請三年分期嗎 對啦 有困難的再申請 對啦 是這樣的意思嗎 所以有困難跟他一年有什麼關係 還比三年少 六個月之後 就是說 譬如說我們現在通過 你規定六月三十號以前要交簽 對不對 六月三十號 他如果沒辦法交簽 他六月三十號以後 再來跟你們申請 就通過以後 你就發現你沒有辦法 你就要申請了啦 一開始就二選一了 申請對 一開始就二選一了嘛 沒有問題啦 反正他一開始他就是二選一嘛 他選擇六個月全部交簽 還是選擇三十六期交簽這樣嗎 對 看很多人 如果選擇二選一的話 對政府收入其實比較有利 所以選擇一年的話 把他改成一年 很多人可能說不定 因為一年就把他交一交 不一定不一定 沒關係啦 其實那個沒差啦 他如果要分三十六期的 他還是就三十六期去交 都講得起啦 那我沒有意見啦 我沒有意見啦 目的就是要改割給他 你如果一年他有可能 等一下 譬如說十幾年會改割 半年十幾年會改割 反正一年三十幾年會改割 你都不用拖三年了 你也賺到 我現在的依據是這個啊 你譬如說六個月他可能十家 也半了 因為你如果說一年 他可能三十家也半了 我們的目的結果論 要讓他繳出來 是不是這樣 其實我感覺不差 因為他的年報 他的財報也是一年份去計算 他如果有那個cash flow在那裡 他六個月內他還是可以繳 他一年的 他也不一定在那裡 他如果真的繳不出來 他直接去申請三十六期分期 這樣你就一年就好了 你如果堅持了 沒有啦 我的意思是說 目的不是沒有來 目的要拿到 沒有啦 我已經 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已經很善意的 提供六個月的繳費期了 你是不是第一話有所等 這不是 這個就協商嘛 你們覺得六個月 我們可能 委員覺得一年比較作當 沒有意見 我現在沒有意見 我覺得如果能夠 因為 如果這個法能夠趕快過 讓他們趕快 對 能夠管理 管理收錢 你本身六個月 腳不輕的人 可以分成三年 就是他們 兩個方案去二折一 跟一年 可是那個要縣市政府核准 不是每一個都可以 不 縣市政府 當然就是會看他的財務狀況 他必須提出他的財報財務狀況 不需要核准 對 你如果 我說的原則 如果六個月可以十家去完成 一年可以三十家去完成 你當然要賺三十家的 收 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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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只是把他導正 政府 都是政府 收入 收入 你再想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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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意見 怎麼 那再 你再報告我 我一次 因為基本上 所有的稅費 的收取 像 主計 或者是財政務 過去的經驗都是 他就是有一定的 deadline 就是你什麼時候繳稅 然後 可能你可以申請延期 多久 但是一般來講 這個繳費的時間 其實沒有 我們應該沒有看過說 一年內 你都可以繳的 有啦 有 一般來兩個月 已經是很多的 有時候公協商時間 就超過半年 不是不是不是這樣 你再這樣下去 又一年你們收不到 沒關係啦 我覺得 大家 我們的判斷是 我是覺得所有業者 都講得起 我們真的不需要去 他們又一年收不到 不是一年收不到 你下一屆借起不連續要求 來啦 好啦 如果沒有成績 找你打屁股 來 要照內政部的意見 那內政部建立我們協商 協商 還有他協商 有好多年收不到錢 來 來 還有來財政部的說明 立法說明 增加一下 那我補充一下 其實那個財政部 我特別要謝謝你 因為那天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你有特別在上來講 那我們那一天 其實你可能沒有注意聽 我們並不是沒有把你放入 因為那一天我們的結議是說 要請你把書面資料種出來 因為我們公主講 講不是很清楚 會議結論上沒有明顯 有請你 對對對 有請你說我們在做的 寫上的時候 請你把文字弄出來 那我要特別謝謝你 把那個文字寫得很清楚 好 長政部你的立法說明 基本上簡單的來講 就是這個是代收代付那種管理費 對 對 非屬於這個經營業者的消費 消費 消費 不算是課稅營業稅營業稅營業稅的問題 對 把它說明說清楚 是 所以你沒有意見 我沒有意見 就是我就照財政部的那個 財政部你也修正了 就免徵這個 你這句話有改嗎 就是 所以他不是免徵 他只是說因為不是 沒有他修正 他你條文也修了 沒有 就把內句劃掉 把你內句免徵什麼 因為本來就免徵了 對 他已經說明免徵了 到時候去 不會去跟人家徵就對了 對對對 你本來有一句免徵 他就那一句就沒有了 因為在立法上就跟他說清楚 沒錯 因為他本來就不屬於 沒錯 要真的範圍 沒錯 所以自然不發生 要不要真的問題 因為立法上如果說清楚 到時候去執行的時候 就有一個意見 就會有問題了 好 那就照財政部建議這個修正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來 來協商結論 我練一下 協商結論 協商通過條文 從增併第21條之二 增併第36條之三 及增併第37條之一 如復健 第35條之一 增併立法說明如復健 其軍照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 好 謝謝 那個協商代表 一百零四年 一百零四年 一百零四年到現在 一百零四年到現在 一百零八年 八年 兩位協商代表 請簽一下 謝謝 好謝謝這個 謝謝政治 謝謝市長 來 那等一下我們要練一下這個 條文 不用練 練一下好了 練一下中國的條文 然後 可以簽一下 兩位 請 協商代表 奉趙偉知名 我們宣讀一下 剛剛協商通過的條文 增定第21條之二 訓職警察 益勇警察 民房人員 消防人員 益勇消防人員 或其他依法令 從事 於公務之人員 使用公益 兵葬設施免收費用 第二項 前項免費之標準 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定之 鎮定第36條之三 私立公務 骨灰 害 存放 設施經營 者 有第35條之一 第二項第二款之情形 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因福島使用公務 骨灰害 存放設施之消費者 組成權益保護團體 處理權益事務 第二項 前項情形發生後 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因含請金融機構 將日常支出專戶 及疾難支出專戶 剩餘之全部款項 移轉至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開設或其指定團體 開設之專戶 並得由主管機關或其指定之團體 提領支運殯設施之維護管理 或善後適宜等費用 第三項 前項主管機關 開設或其指定團體開設之專戶 其支出準用第35條 至於第二項之規定 第四項 第二項 情形之設施 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許可 由其他殯葬設施 經營業 承接經營者 原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或其指定團體 應將其開設專戶內 之勝於款項 轉存至該承接業 承接業者 開設之日常支出專戶 及疾難支出專戶 增定第三十七條之一 本條例 莊華民國幾年幾月幾日 修正之條文施行前 以設立之管理會專戶 應已修正施行後 一個月內 並更為第三十五條 第二項 日常支出專戶 本條例 第二項 本條例 中華民國幾年幾月幾日 修正之條文施行前 以提撥之賓葬設施經營管理基金 直轄市 縣市政府主管機關 應已修正施行後 三個月內 將勝於款項 按以提撥金額 比率存入第三十五條 第二項 第三項 本條例 中華民國幾年幾月幾日 修正之條文 公佈前五年 未提撥之賓葬設施經營管理基金 施力 或以公共造產設置之公墓 骨灰孩 存放設施經營者 應已修正施行前六個月 六個月內提撥至疾難支出專務 或以公共造產基金或其他政府基金 專務補列應有費用 有財務困難者 近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等於三年內 分期提撥 第四項 違反前項規定 衛族 衛族而提撥者 直轄市縣市政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運營 應限期三個月內改善 藉其人為改善者 命其停止販售 募集或骨灰孩 存放單位 並移送行政執行 其不遵從而繼續販售者 繪止其兵章 設施經營業之經營許可 先完畢 現在再來就請議長 給各黨的黨員簽名 議長就麻煩你 就不用再寫上 你們一見就不用再寫上 拜託就趕快來台路趕快捏一面 你為什麼沒有刪那個聯絡出的預算 入委會 聯絡出就是上次我們去入委會的時候 對我們超級不理貌 他們 Nic tinham Coenint 這個慎大會 就只有他們預算沒被刪掉 我跟董事 site help us to reply 們會如果不能關單案 我們去年哪件 就有錢 去年去年去年 為了小3通開放 那你沒有刪啦 因為去年沒刪 阿 compress & 旨用白形 老抽 根本舉行 感谢观看